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的 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2年的4月25号 今天是礼拜三 在今天有很多重要的大事情发生 那影响到股市 同时因为到了4月底 我们也想要知道 Sale in May and Go Away 今年会不会来 什么时候来 但是这几天的像今天的上涨 会不会有一点冲淡了大家 对于刚才说法的这种恐慌 那有没有必要继续恐慌下去 我们在今天call in的节目里面 主播室的空益电话是6509682000 替您邀请到的嘉宾是Benny Troy 蔡明芝先生 他是资深的财务规划 他也是资深的股市的portfolio manager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再度请到他来上我们的节目 Benny你好 大家好 Benny我们看到今天的标普500是涨的最少的一个index 他今天上涨了18.72 坐收在1390.69 涨幅只有1.36% 那涨得最好的其实是NASDA的100大型股的高科技股 NDX今天上涨了2.69% 点数是70.89 收盘的点数是2709.62 当然Apple的功不可没 道琼斯上涨了0.69% 哦 斯表现最不好的一个sector 对不起 他是上涨了89.16 坐收是在1090.72 那NASDA表现是 当然也是很好 上涨了2.3% 上涨了68.03 今天一共收盘是在3029.63 那么今天有很多好好坏坏的消息 首先我们从Apple在昨天盘后出业机 还有今天Ben Bernanke在公布Open Meeting以后 对于记者招待会里面所讲的几点重点 我们从这一方面来先切入好吗 Benny Ben Bernanke当然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讲 那么就是主要的就是大家就是 有一次他就上一次呢 就是市场跌一跌 就是大家就觉得好像 他就是imply 就说是QE3可能不需要了 OK 那叫大家就有点害怕 那么今天呢 他那个出来讲了 也没有说是没有QE3 他只是说是利息 低利息呢 是一直维持到2014 那么就是 然后呢 就是要是真的是 这个经济需要的话呢 联邦还会出来 就是还会帮那个经济方面下 那么当然是这是来来去去 就是讲的就是可能就是QE3了 那么QE3呢 到底会不会来呢 就是我是觉得 那个Fed Reserve也是很难的 因为是QE3来的话呢 就是好像是第三次呢 已经是效力不是这么好 那一方面呢 就是也是要是放钱太多的话呢 就对那个经济方面 对inflation方面会可能会有点坏的影响 那么最近的inflation number出来呢 已经是超过了那个Federal Reserve的他们的target 他们的target是2% 那现在是差不多是几乎接近3% 那么就是2.8% 2.9%这样左右 那么大家也知道 那个inflation呢 就是说是实际上呢 是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到的 不管你今天是 那个是加油啊 对啊 吃的东西啦 其他东西都涨了 OK 唯一的不涨的就是 就是housing方面 当然housing也不是是 不是指于Bay Area Bay Area的housing 实际上现在是非常非常的hot 那么就是尤其是South Bay 那么就是其他的呢 尤其是South Bay 其他的呢 就是那个housing方面呢 当然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wage方面呢 就是还是比较上还是差 那么当然wage呢 就是也是看你哪一 就是哪一方面的 是你的major 要是你是computer science的话 出来也是蛮hot 那么就是其他的呢 他们说是现在也是蛮惨的 就是说是毕业就是失业 就是说差不多有一半的人 毕业的就找不到事情 那么这些当然是 可能是文科方面的 所以呢大致上来说呢 是wage方面的inflation呢 还是不是不是说是很厉害 就是总体来说 就是没有什么wage的inflation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呢 也是也就是说是 实际上来说 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大好 因为他们物价是涨了 可是呢是wage跟不上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其实像油价的上涨 是直接影响到每一个household 比如说你加油你上班 不可能说我不上班 不加油了 这个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油价直接 直接就是反映到 自己的living cost的里面 同时原油的稍微下跌一减 根本就不能够影响到 retail的油价 油价还是高高居上的 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住在自己公司 附近五分钟之内的图层 您说对吧 那么Benny 我们从今天联储局 还有说出两点比较大范围的这个事情 就是联储局对于2012年 美国实际的GDP的增长 他认为中间的趋势呢 是预期是2.4%到2.9% 这个是超过了一月份的预期的 2.2%到2.7% 那这个呢可以稍微来跟现在的通货膨胀啊 来稍微做一个对比的作用 同时呢 他对于2013年整个的经济的增长率呢 他也做了一个下降的 比如说是下降了0.1个百分点 2013年的GDP呢 他现在是估计是2.7%到3.1% 那与此同时 美联储局当然也是对美国的失业率的预期 也要做一番估计 那他从一月份的8.2%至8.5% 大幅降到了7.8%到8% 同时对于明年 也就是总统大选之后的一年 2013年 他对于失业率的预期 从7.4%到8.1% 降到7.3%到7.7% 那这两点 可不可以跟刚才所说的QE3也好了 Operation Twist也好 即将在6月中止的 做一个互相呼应的心得的看法 这个呢 要是真的是unemployment rate 可以降到7点多的话呢 那么当然是 我想QE3也不需要了 OK 要是我们的GDP可以growth 真的是在3% QE3也是不需要 因为他们也是怕 就是说放得太厉害的话呢 当然也是会有通胀 那么所以呢 就是所以呢 这回事这些呢 都是 都是那个 就是都是educated guess 就是希望是这样子 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呢 就是是 就是很难看 就是比较难 那么就是 等于就是说 你现在看看欧洲那边 早一阵子 早半年以前 大半年以前 他们的看法 也是跟我们差不多 也是没有想到 结果呢 就是说是 还有好几个国家 现在是 除了 除了那个德国以外 我想就是 几乎就是说 是英国了 今天也是 就是政策宣布 就是说 进入recession 那么就是我想法国 法国的意大利啊 那些西班牙 那么西班牙呢 不用讲了 就是已经是recession 希腊中已经recession 就我想法国 意大利 就是说也是 我想很快就跟在后面 所以呢 就是欧洲那边呢 就是说是 就是说是 会不会欧洲 就是我们的 就是先生呢 这个呢 就是现在这个 well economy呢 我想你可能 就是是 可能我们的情况 没有它这么糟 可是呢是 可是呢 因为因为可能 我们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deficit呢 还可以manageable 那实际上来说 我们的deficit呢 其实来说呢 也是很厉害 因为是15个tillion 是等于是 我们的GDP 我们的今年GDP 也是15个tillion 哇 100%呀 对100% 所以呢就是 其实我们跟那个 西班牙也没什么大分别 OK 不过呢就是 我们是因为美元呢 是spoil currency 所以我们 并且自己可以印钞票 对对 对对 他们就不可以 OK 那就是 所以呢就是 所以就是 就是有点点分别 在这里 所以呢就是 实际上我们的情况 也是蛮糟的 要是欧洲那边的 recession 要是比较厉害的话呢 我想一定会 把我们带下去 OK 这一点呢 是我的看法 所以呢就是 就是讲 讲回来说 讲到市场呢 市场呢是 在那 大概是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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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头那个时候呢 就是 是大跌了五天 就跌了差不多五百多点 然后就反弹上去 七十几个percent 那么在六天以前呢 是这个 s&p呢就在1390 然后呢就跌跌下来 今天呢又回到1390 1390 对对对 那么现在就说 这种情况呢是 到底是不是从此开始 又是涨回到13300 就是13300呢 这个当然是 也不说绝对不可能 不过呢就是我想 大致上最多最多 就是这样子 不过呢就是看 今天的成交量来说 issue呢是不错 可是呢是那个 up volume versus down volume呢 不是说是很 很 就说是非常的强劲 所以呢在这种 在这种情况以下呢 通常一般的话 我是觉得 这个也是只是一个反弹 只是一个反弹唯一 就是说跌下来 跌下来五百多点 现在有个反弹呢 就是再反弹 多上去一点点 有可能 也有可能就是 今天就是top 然后呢就开始 又来一波 就是要看看 欧洲那边的情况 欧洲那边最近呢 是有点点领先 他们是 最近也是创了个新低 不管是英国也好 就是啊就是 就像在四月头那时候 跟我们一样 就是也是下来了 他比我们早一点下来 他们在三月底 那边就已经开始下来 因为他们情况更糟糕 对对对 所以呢 这这两天 他们也是反弹 OK那么所以 就是明天要是 欧洲那边 开始又比较差的话呢 那有可能 这个1390就过不了 就是过上去的话呢 就是我想大概 最多大概也是 也不会太多 大概最多大概几十点 一百点那最多了 那我们继续追问下去 如果OK 先从昨天收盘以前的情况来分析 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要认为 哇 昨天的盘子 在盘后 Apple爆业机 非常非常的重要 并且昨天在收盘的时候 Apple事实上是下跌11块的 可见得 真正入市买的人 还是比卖的人要少 可是在收盘以后 大概是在1点15分 20分左右 Apple就爆了业绩 突然就蹦上去 蹦到涨了30块 35块 其实今天开盘以后 在盘中的Apple的 这个range 价格差异是非常少的 那么它都是一直保持在 它今天是上涨了多少钱 AAPL 今天是上涨了49块 所以它今天一直都是保持在 606啦 618 615之间 所以今天的range 倒是蛮narrow的 所以今天所有的股指呢 都是归功于Apple 才能够带上了NASDA这么多 还有NDX这么多 可是今天的无意中呢 也让昨天认为 只要Apple的业绩爆得好 这个盘就能稳住 说不定 May a sale in May 不会这么早到 那也有一派这样子的说法 那其实Ben Bernanke先生呢 跟蔡明芝先生 你们两位对于 美国经济的前景 看法都是蛮一致的 在我看来是这样 都并没有过分乐观 过分美化 美国的这个经济的情况 那么好 那我们来研究 万一如果反弹到此为止 或者是再维持几天 那如果要下跌 还会下跌 5个percent 6个percent 还是10个percent 看是大概是 要是下来的话呢 就是最多最多 大概可能在11000左右 下一波呢 就是因为这个 要是我们Elean Wave的话 第一个浪是550点 那么这个第三个浪开始的话呢 我想最少 就是应该会有个800点 900点可能 就是8900点左右这样 嗯 那么就是然后就是反弹一下 然后第五个浪 然后第五个浪 大概是最多大概是在 大概11000左右 我想大概 11000 好 那如果道琼斯是11000 今天道琼斯已经回到50天均线以上了 那这个equivalent to NASDAQ 还有标普500 可能道琼斯跟标普500 差不多的percentage 那NASDAQ还是表现的最强劲 所以它下跌会比较少吗 NASDAQ最近呢 它就是 就是 一连好像连跌了5天 那么今天就是反弹一下这样子 就是60人 其实来说呢 就是它 它还没有在那个六七天以前 它没有完全recover回来 那NASDAQ的话呢 看起来现在就说是 并不说是 那么NASDAQ呢 就是我的 就是大家知道在10月那时候 10月头那时候 10月头那时候呢 市场是在10400 那么NASDA呢 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在 不记得是NASDA在 exactly在哪里 OK 那么就是我想 就是在11000的话呢 那么NASDA应该也是 比在10月那时候的 那个地点要高一点 OK 好的 好 我们时间的问题 现在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了 听众朋友 我们接着呢 还要再讨论一下策略 还要讨论一下 中国的股票的市场 那当然还有一些 Hedge的方式 来面临到 5月即将来临的 比较波动性 并且波动向下 可能性大一点的 美国股市 那我们主播室的电话 是650-968-2000 听众朋友 我们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 Para Capital Management 赞助播出 复得资金管理公司 电话 650-968-2682 网址 www.parahcapital.com 以德致富 慈善为怀 Fortune地产贷款 资深Broker Alice刘和麦克苏 信誉卓越 诚信敬业 高效热情 客户第一 专精学区一流 房屋宽心 价格合理的 Saramond Dublin Pleasanton 东湾亚裔业 基地一名 请致电 408-215-8883 408-215-8883 925-319-7888 Alice刘 卖个苏 Rebecca Lee 卖屋就是棒 Saratoga Cupertino West San Jose 房屋全部抄价成交 Rebecca Lee 买屋卖屋超棒啊 408-720-6800 408-720-6800 Frank Liu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6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住宅 商业地产 短售屋 把拍屋 EB5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 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 Frank.Liu88 at yahoo.com Frank Liu 祝愿大家 假期愉快 和家平安 Helen Ho 成真办公室助理一名 中英文说写俱佳 懂办公室作业 有电脑知识 有经验者 占优势 请寄履历至 Helen at Hou Hou Financial.com 或致电 650-678-0718 Helen Ho 成真 Junior Partner庶民 有爱心 耐心 关心客人福利至上 有财经知识 和财经学经历 优先考虑 提供学习平台 请寄履历至 Helen at Hou Hou Financial.com 或致电 650-678-0718 昌新珠宝 名表献礼 百达菲力 享誉全球 1839年以来 卓越非凡的 制表技术 不断创新 为国际收藏家 一致赞赏 百达菲力 代代相传 由您开始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挑选最称心 完美的礼物 昌新珠宝 是您的首选 开创您自己 百达菲力的传统 请急光临 昌新珠宝 盛河西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查询请电 408-983-2688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再度欢迎我们的嘉宾 他是Benny Troy 蔡明知先生 Benny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 是接受您的call in的 650-968-2000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5-6月对于小投资来讲 小投资人来讲 在2012年 已经知道的 in light of all kind of situation 我们要怎么样的 保护自己的portfolio Benny 这个就是基本上 最近的earning出来 就是说是 看看反应 什么样 当然有好有坏 要是你的运气好的话 就是有的 要是你是 就算是你手上 有Apple的话 也是早 大概早一个多礼拜 是给他下了个半死 跌了12个 就是啊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真正的回到 它最高是644了 今天也没有到 那个价位 那么所以在这里的话 大致上来说 我是觉得 上面的空间不是很大 OK 我一直觉得 这个13300 这一关 是很难很难破 OK 那么所以 就是以这个为 要是你真的看到了 就是说 接近13300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是 你应该要 应该要 要减少 你手上的股票 那么最近呢 当然是 就是说是 有些股票呢 已经是 已经是不打醒了 好像Sandis啊 那些本来是50多块 现在就有30多块 OK 那么就是 有些当然是烂的是 那是还是更烂的 是 就是好像 Lukea啦 Spring啦 那些都很烂 那么这第一点呢 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去追踪 这种烂的股票 因为现在市场呢 现在在那个 13090呢 这个价位还是偏高 就算真的是 可以到到13300的话呢 也只有200 也只有200点左右 就说是空间 就说是空间 上面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呢 千万不要去买 买那些就是 差的股票 以为是已经到底了 OK 所以底呢 就是它还可以再低的 那么所以呢 就是这个市场呢 大概在11000那时候呢 我想你可以进场买一点的 今天呢 其实走势来说 银行股呢 是走势不大 那时候市场很强 你看看那个美国银行 就最高是10块钱 今天也只有8块多一点 今天呢 也只涨了几分钱 那么这种股票呢 千万不要去碰啊 那个CDBank也是啊 最近呢 是37块多 跌下来 今天也是涨了两毛多 就是说就是 就是反映 对于这次这个 只是今天呢 是high tech 因为是最近 那个Apple跌得太厉害 这个强力的反弹 一方面当然可能 有点能short 所以呢 有点short cover 意味在里面 成价不是太大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上面的空间不是 我再讲一次 就上面空间不是太大 所以大家呢 就是有几点 第一点 就是说是可以的话呢 不要用margin 第二点呢 就是手上就是 可以股票赚钱的 应该可以放掉一点 手上有点cash 第三点呢 就是千万不要去 追一种烂的股票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回答 听众朋友的问题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大概还有八分钟左右的时间 主播室的电话是6509682000 刚才讲到银行股 那这位朋友问到的是银行股里面比较保守 并且表现的比较稍好的 就是wellsfargo的wfc 今天是33块3毛5 它的已经在打横的发展了非常非常久了 这个当然是这个是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欧洲了 因为银行呢 是他们现在的 就是大家都在说呢银行呢 就是美国银行呢 手上有这些欧洲那些公债 那么所以呢就是 所以他们呢就是大家有点害怕 当然wellsfargo来说呢 是比较上市银行股的确是比较好 比较好一点的 不过呢他现在来说呢 是就说是也是 就是说你看他最近就是涨也涨不上去嘛 跌也跌不下来这样子 比其他的比较美国银行啊那些要比较好 不过呢就是 如果市场真的是跌到一万一的话 他应该也会下来 那么差到什么程度呢 我看是最多大概30块左右 你说34块 30块 30块 有可能跌到30块 最坏的想象 OK下面一个是 Tiffany TIF今天上涨了3.76% 今天的价格是68块4毛1 好像现在的这种 像最近的耐久性的 耐久性的产品 这个数字成长的都低过预期 好像就是比较长寿的 汽车啦冰箱啦这种物品的 大宗物品的购买的能力 比较稍微低一点 可是现在的人呢 好像80%的钱都集中在 5%或10%的人的手上 所以很多奢侈品还是照样上涨的 是因为Tiffany 她是已经长得太厉害了 OK她是 差不多从20多块这样子 20块左右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涨到差不多80块 倍数很厉害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最近呢 是就是有点点是 profit taking啊 就是严重一点的 80块跌到60 60现在反贪 那么这我 我觉得现在来看呢 就是technically speaking 因为它有一几天 这个跌下来的时候 成交量非常之大 那么所以呢 就是也就说有很大的 selling pressure 最近反弹呢 也是从了60涨到 差不多是75左右 那现在呢 再下来 今天呢 是只是最近 因为是跌了 差不多几个礼拜 跌下来以后呢 就是有点人小反弹 这种股票 我想暂时来说 应该是不能碰啊 我想大概最早最早 大概可能跌到1万1的话 有可能又回到55左右 那时候 要是你想 买它一点rebound的话 应该可以 好 下面一个也是零售股的 Lululemon LULU 它呢 今天是上涨了 1块7毛5 71.93 它已经失掉了 过去往上冲的 那个动力了 这些呢 也就是代表 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是 其中原因之一 就是我觉得市场呢 就是不会 不会太好 主要就是因为 这种Lululemon的 这种股票呢 本来是猛冲猛冲的 OK 那么现在呢 就是也是有点吃力了 OK 最近那个 它有一天呢 就突然间跌了 好几块下来 对 那么甚至于昨天 它也跌了几块下来 那今天呢 是有点反弹的样子 那么这个Lululemon呢 是这个呢 就是因为这个PE 它们这种都很高 那么这个 这个整体来说呢 这个RTH 就是这个retail retail retail那个ETF呢 你看它图形呢 也是开始有点点 就是想 想那个 profit taking的样子 所以呢 就是这个Lululemon来说 现在这种价位 最好是不要碰它 好 这种股票呢 就是 就是因为是涨得太厉害 要跌下来的话呢 就是它有一个gap 大概在59块左右 那么有没有可能呢 我想大概也有可能 就是gap up 也很有可能调调到 那种价位呢 那个时候我想 买一点的话 应该可以 好 下面一个股票呢 是Metal的一个公司 它的全名叫做 CleanTech Solution 它的代号是CLNT 今天是5块6毛2 确实上涨了 几乎要50% 这个呢 就是比较难 因为是这个是 它这种股票呢 就是消息股啦 所以它最近呢 就是 有一天呢 就是从几块钱 一涨涨到六块多 那么然后就是 然后又回下来 六块八块 从八块涨到八块多 三四天涨到 从一块多涨到八块多 涨到六七倍 然后调下来 调到三块半 那今天呢 突然间猛上冲上去 当然一类wave看的话呢 这次涨上去呢 有可能会 就是最少有个double top 这样子 可能涨回到八块半 这个有可能 也许再过一点 不过呢 就是再高的话 我想可能 也不见得了 OK 好 下面的这只股票 是一个保险业的 Accidental and Health Insurance 代号是PICO PICO 24块两毛一 那先讲这只个股 然后再讲 insurance的 是不是现在的避风港 insurance吗 当然是 我想真正的避风港 也不是在insurance 真正的避风港 应该是在utility oh yeah 这个是在utility的话呢 就比较上 比较上 比较好一点 PICO呢 它是 就是 它是 这个股票呢 就是还算稳的 OK 那么 就是最近呢 就是它的图形呢 不 它那它那个chart呢 还不是还没有坏 OK 所以呢 就是这个PICO呢 我想最近的话呢 可能就是trading range呢 就是涨上去的话呢 我想大概可能 可能那个 上面大概最多 大概26左右这样 好 刚才讲到了 selective sector的 utility的ETF 它的代号是XLU 今天是35块2毛9 接着这位朋友 问到中国的 就是CAF 中国的ETF里面的CAF 请就这一个sector 来给我们发表一下 您的论述 yeah 这个呢 是完全是跟着 那个中国的 那个那边的走势 那么这个CAF呢 就是A股的走势 那么是 所以呢 就是 跟着有些中国的股票 有点不一样 就是在美国上市的 因为在中国 美国上市的股票 有的时候是 跟着美股的走势 那么它呢 就是不是一定 不过最近它因为 它呢 是跟美国的走势 有点不一样 OK 它是在 2010年的时候呢 是差不多在 那个11月时候呢 是到了顶 28块 然后就一直跌跌跌跌跌 跌到 那个 跌了差不多一年多 跌到那个 2012年的 差不多年底 那就跌到 差不多17块 然后呢 就是从那时候呢 开始反弹上来了 OK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 也是一个很 就很漂亮的 一粒 我也看得出来 五个浪玩 那么现在 可能会有五个浪上去 上去的时候 大概涨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大概最多 大概是涨到25块左右 好 好的 非常感谢Benny 也谢谢听众朋友 您的call in Benny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拜拜 好 听众朋友 我们下半场将要访问的是 资深的财务顾问 Helen侯 非常精彩的一段访谈 对您的财务规划 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休息一下 近段工商资讯 我们马上就回来 妈最近长腰三倍痛 妈 不然我们就出去 走一走 动一动吧 好啊 去哪儿啊 世界日报 要在Cupertino Wan Ray Park 举办母亲节运游会 有免费议诊和奖座 上百餐位可以逛哦 现场有创意料理大赛 填好报上的抽奖券 还可以抽机票 还有限量礼物带 我们要早点去排队 5月12、13日上午10点 到下午5点 世界日报 母亲节运游会 爱我妈妈影像健康 活动专线650-692-9936 美国中文投资网 龙年新年成功登陆 美国资本市场 代号CIIX 最新推出VIP人工智慧信号 结合华尔街大师江恩 和波浪理论精髓 24小时6天服务 欢迎SVC听众拨打热线 以800-958-8561 以800-958-8561 您可以验证三只股票 看信号是否准确 网址 www.chinesefn.com Fortune地产贷款 资深broker Alice Liu和麦克苏 信誉卓越 诚信敬业 高效热情 客户第一 专精学区一流 房屋宽心 价格合理的 San Ramon Dublin Pleasanton 东湾亚裔业基地一名 请致电408-215-8883 408-215-8883 925-319-7888 Alice Liu 麦克苏 会你博士算对了 代考利息又降咯 Confoming Loan 30年固定 3.875 15年固定 3.125 10年固定 3.0 头5年固定 2.6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 4.0 15年固定 3.25 头5年固定 2.75 Super Jumbo Loan 30年固定 4.5 头5年固定 3.0 金蒜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ng.com 查询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收听 本电台的财经天地 这里是西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2年的 4月25号礼拜三 替您邀请到的嘉宾 她是资深的财务顾问 她的名字叫做 Helen Ho小姐 Helen你好 周乐你好 很高兴又过来 哎呀 这个过了4月份 大家心情都比较轻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是这个 Property Tax 对 如果说有很多 栋房子的人 真是大失血 叫这个Property Tax 马上又要交 Income Tax 是 那对于很多 都不愿意申请 Extension的人 就赶啊赶啊赶啊 那现在终于 这两方面呢 让自己失血 也已经停止了啊 对 所以这个火爆时期 已经过了 对没错 现在呢 在自己的报税的经验中间 也可以想想看 哇 我的CPA告诉我一些什么事情 嗯 从现在立马就要开始 为这一年来做一个准备 没错 现在呢Helen 有很多的 Financial Product 都可以达到非常多的目的 有的呢 也跟省税有关系的 没错 我们今天主要的来介绍 大概有三四种的 Financial Product 是 好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 Helen 她是一位资深的 Financial Advisor 那她是一位Broker 所以任何她要介绍的产品 就不只是单一的公司的 然后她都经过比较 比较很多不同的公司 相同的产品 那么我们今天就会访问她 不同的公司出产的 同样的产品 她的特点在哪里 看看适不适合您 首先讲的就是 生前利益万全宝 好的 那个生前利益万全宝呢 在这个美国市场 是越来越畅销 在我们华人当中 更是畅销 所以说呢 我很高兴咱们华人 在这方面做的功课比较深 那我说的这个生前利益宝 万全宝的话呢 其实就有三家四家的 产品了 那么每家产品呢 他们设计的话 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有的产品呢 它就会主要focus说 你cash payout比较多 如果你突然间 产生了什么大病啊 或者是慢性的 长期护理的病啊 或者是那种 就是快要不行的病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了 那么你就很痛苦嘛 通常咱们都知道 人活着是种负担 人在disable的时候 活着是最大最大的负担 如果你人突然间走了 当然是很悲痛的一样事情 可是呢 最起码你不会连累到 很多其他活着的人 所以说就是不同的一个 一个一个concern了 所以呢 那我今天呢 就是想说 因为我一直当broker 也当了几年了 到现在为止 那当然在industry 也待了十年多一点 所以我总觉得吧 这个 就是生前利益这一块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越来越感受 就是特别深刻 因为我自己家 也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然后呢 你周围server的client 他每个人告诉你的心声 也都是差不多围绕这个来的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今天花一点点时间 把这方面address一下 好的 对 其中有一家公司的话呢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 叫做那个agler 他就是美国人寿了 他们做的那个term life insurance 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为什么呢 他很便宜 然后呢 保费便宜 保费非常便宜 就是所有的 你知道咱们这个 北湾区的人 几乎每家都有 这个term life insurance 几乎都有的了 那就是说 保你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那这家的话 可以到三十五年最多 哦 term可以到三十五年 对 假设一个人 预备自己活到一百岁的的话 他六十五岁 开始买还ok的 那不行 六十五岁要开始买的话 他最多能cover到八十多岁 不到八十五岁 那但是他好就好在呢 小朋友也可以买 就是刚刚出生的小孩 也可以买哦 然后呢 那个那个 七十岁八十岁之间的 老人家也可以买 但是七十岁八十岁之间的人 要买 最多只能买十年 对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产品好呢 第一它经济实惠 第二的话呢 它有生前利益完全保 讲一讲 他这些生前利益完全保的利益 到底包括哪一些 好吧 那他呢 产品呢 就是说包括重型的 就是那个瘫痪性的病 就是长期慢性疾病 比如说他有生活的六种活动 他自己不能take care的两种 包括那个洗浴 穿衣 上厕所 来回挪动 大小便 失禁和吃饭 这六样里边 有两样你做不了了 或者是说呢 你mentally不行了 就是不安全 比如altzheimer disease 这种老人家 失忆了 或者有人有了 有stroke以后 脑袋暂时不正常工作了 就24小时需要护理的人 他也都qualify 可以提前拿 up to 90%的 life insurance 那你买一个million的term 真的是花很少钱 一年才能一点点钱弄进来 可是呢 你要是真的不幸发生了 你至少还可以拿到 up to 90% 真的是很amazing 那然后呢 重大疾病的话 它category有八项 那当然有心脏病啊 各种气管的移植啊 中风啊 扩散性的癌症 代表很多种癌症 对不对 还有失明啊 肾衰竭啊 瘫痪呢 还有肌肉萎缩 那任何一种病 瘫到你的身上了 你都可以提前申请 那个死前理赔 这个八项重大疾病的benefit 跟刚才说的六项生活 不能治理其中的两项的 long-term care 是属于两个 完全不同category的benefit 对没错 就是你任何一个达到了 甚至包括你那个terminal units 就是说你有绝症了 医生说你24个月以内 有可能丧失生命 你也可以提前 这是三个category了 三个category 有一个meet了 那你就可以提前理赔 那他的percentage 在long-term care 是可以拿到up to 90% 都一样 up to 90% 剩下的10% 就是给自己的death benefit 不是 它是这样子 就假如说你买了一个million 你qualify拿到90% 你另外10个percent 就不存在了 哦 明白 就等于提前 把你的cash用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但是呢 你可以有选择说 我不要一个million都用了 我可不可以用 只用50万 剩下50万是death benefit 对可以 那你说我50万提前理赔 那他给你90%的话 你就是45万现金了 一下子拿到手了 那剩下的50万 等你人走了以后 再留给后人 对你自己来定 whateverpercentage 你想提前拿 然后乘以他的percentage 就是你可以拿到的cash 对 那这些都可以自己 在神志清醒的时候 把它先写下来 就是说你这个事情 发生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来定 你要提前拿 提前拿不拿 拿的话 拿多少出来 对 这个事情 其实现在很多人 都已经慢慢的 有点了悟 自从陶姐这部电影 在弯曲首映之后 就觉得人生 的确会经过病 然后长期的病 然后最后才走上 死亡之路 对 所以并不是像电影里面 一直活蹦乱跳 然后啵咚一下就走了 没有这种事情 其实有一个statistik说了 40岁以上的成年人 几乎一半以上的人 都会有长期重病缠身 或者短期的 算是长期性的 护理这种需求了 50%的40岁以上的人 在生命的当中 会有这样的机会 这样听起来很可怕 是 但是我们要有一定的认知 当然Helen 我相信你也同意 我将要讲的话就是 健康就好像银行的存款 你不是去 你不存它 只用的话 健康也会用完的 肯定的 特别是我们湾区的人 大家都不怕自己的健康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都不当抵住的 就自己不管 就是用用用 用到最后 突然间就有状况了 然后你就很suffer 很痛苦 对 所以到那时候 当然了 你能悟出来 再回头试按 也OK了 对 可是很多人呢 就没有机会 再回头试按 是的 我们在空中要提醒 所有每一位朋友 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这个是Agla 所制作出来的 生前利益万全宝 那您认为 它是排行还不错的一种 它是term life insurance公司 唯一的一家 有生前利益万全宝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 很好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比较喜欢 短期性的 就图了一个安全 买term life insurance的人 因为便宜 对 就应该 我的意见就是说 你不要买别家了 就买这家吧 它的价格真的很低 因为它最最 刚刚release一个新的version 就是这一星期才开始的 你要是买两个term 三个term 你所有term都拿discount 真的是 所有term都避得不了 它的price 什么什么什么 有discount 什么时候啊 到什么时候为止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哎呦 太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good news了 希望大家就抓紧时间 如果有term life insurance 你尽管联络 好 那并不代表 我们不作别的 长期性的理财 那其他的公司 所做出来的 生前利益万全宝的特点 又是什么呢 那他们呢 也都 他们这些公司 包括agla本身 也都是做的是 有长期的 就通常是universal life了 或者index life了 那么index universal life 他们的fisher 就是说 你的钱会有投资的部分 在里边 是给你一个固定的利息 那index的话呢 是有固定的 跟sp500有一点关系 投资有关 投资 但是不在sp 那个stock market里边flow 所以说很安全 然后呢 你的钱呢 就可以stretch 看完你到lifetime 就说你人 不管什么时候走 也许80 也是90 也许60 70 就是说bottom line 是我走的时候 我有life insurance 可以给后人 那如果我有重病情况 我可以提前给自己用 我不愿意用 没关系 留给后人 所以说我觉得说 如果有钱的人 就做有钱人的计划 没有钱的人 稍微有一点budget issue的人 那就做term就好了 这样子 最起码你很安心 如果家里有不幸的话 you are all set 其实一个人有保险 他的过的日子 心里也都安了很多 没错 真的是相信我 真的是 好 那在财务方面 如果您对于 生前利益万全宝 觉得好了 我已经懂了 或者是像我刚才 问的问题一样 还有很多 Anderson的问题的话 请致电Helen Helen侯 她的电话号码是 650-678-0718 650-678-0718 接着呢 我们还要介绍一件事情 就是Helen 她的事业方面 她在2012年 要开始 更朝更高的一个方向来走 所以她的公司的规模 要扩大了 因此她要号召 有益从事 在保险这方面的人才 或者是人员 我们来听下面 Helen告诉我们的 她是需要 哪两种人 好的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要召 那个公司的 办公室小姐 就是Admin Assistant 那她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 我是非常需要 因为我刚刚 搬离出来 我以前的Office 我要找一个 大一点的Office for myself 那么这个小姐呢 可以是Part-time 可以是Full-time More likely 我Leaning towards 那种Full-time and Availability的人了 那这样的一个人呢 就是希望她 中英文都好 然后电脑 中英文具家 要有 电脑 要有Computer skill 对 就是那个Administration 的Work需要的 一些skill都需要 那另外的话呢 我要招一些 新的Partner 就是说我们在这行业里 也许你根本就是 还没有进来 这一行的 或者是说呢 你已经进来了 但是不太有经验 你觉得需要找一个 稍微有经验一点的人 帮你变得更成功 更好 那我的要求呢 说不高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这个人呢 首先他中英文也好 然后呢 我觉得他的性格很重要 就是说 比较会愿意Serve人家 比较有爱心 然后呢 要关心别人 要关心人家 以别人的利益 重于自己的利益的人 我会比较欣赏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专业知识方面呢 专业知识方面 他有的话更好 他没有的话 我可以给他提供平台 让他去去学习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有的人会担心 我需不需要有Sales skill呢 其实我这一个人 我不是Sales的一个人 真的 我所有了解我人都说 你太Service driven了 你都不适合做你这一行 连我老公不是说了 多少次这个话 可是你还是仗养 做得很好 对 然后我就是说 你Serve人家的心态 去做的话 你Eventually你会OK的了 所以没有Sales experience 我也欢迎 对 所以是有Sales的话呢 也行 但是没有你不要担心 I'm sure you will be fine 但最主要你要爱帮人家 很Ejoy帮人家 这是我的底线 好 那么在现在正在收听 我们节目的朋友 不管是您 或者是您知道 您的朋友 亲戚 有意要来应征这两个position的话 Resume 请寄到 Helen H-E-L-E-N at H-O-U Financial.com 我再说一次 Helen H-O-U 这个H-O的拼法是 H-O-U Financial.com 或者是致电 650-678-0718 OK 现在休息一下 进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听说最近房屋贷款 利息又降了 我也想重新贷款 诶 Rober 重新贷款 会不会很麻烦 不会的 我刚刚才做完 Refinance 每个月可以省很多 虽然现在银行 比以前要的文件 多了些 但我的贷款经纪 Cindy流 或是Andrew B 在一开始就想到了 不但替我拿到 很好的利率 整个过程也非常顺利 连最后的签名 都是在我家里做的 他们公司还帮我规划 如何投资地产 而且啊 还有专职的CPA 替我解答税务上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条龙的服务啊 我用他们的服务 已经快十年了 是绝对可以安心信赖的 哦 那太好了 这样一条龙的服务 就是我想要的耶 怎么样联络他们呢 你可以联络辛迪流 或是Andrew B 他们的电话也非常好寄哦 408-306-6688 408-306-6688 他们公司还有网站 www.longarmtime.com 你也可以email到 info at longarmtime.com OK 我马上就联络他们 听众朋友 我们回来了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再度介绍今天的嘉宾 她是Helen Ho Helen你好 Helen你好 我们下面要来介绍的是 Index的各项产品 其实Index产品 在我们行业里叫Fixed Product 就是说它是和Stock Market 不太有关系的 就说你Index 不管是Universal Life也好啊 不管是Index年金也好 其实你的钱 没有在SP500里边flow 因为它通常会把你的钱呢 set在旁边 有一个bucket 就放在那个pool里边 让它慢慢的就在那看 这个SP500是怎么flow的 假如说你的产品 是今天进来了 那么通常它就看 明年的今天 这个SP500那个chart 是怎么走的 比如今天是1300 到了明年的今天 又是1300 那等于是这个钱 没有涨 没有跌 那么你的产品 通常会有个minimum guarantee 多少percent 对 像Index UL的话 大多会minimum guarantee 一个percent 或将近一个percent 如果是annunity的话 它通常都 guarantee 大概三个percent 两个percent 就是看你的产品 但是呢 如果market down的时候 假如今天进来是1300 明年的今天 它的SP500是1200 没关系 你的钱还是1300 1300 当然1300 市场下跌 其实你是1000 跟我无关 对 就是你的1300 加上 1300加上你的那个 guarantee的那个 interest的部分了 就是1300加一个percent 或者是1300加上 3percent 这是你的 就是whenever market is beating你现在的 这个number的话 那么你就跟了 如果是你的 future那一天的market 比今天的一样 或者是比今天的更糟糕 那你的钱就是那个minimum 三个percent 或者一个percent 所以说就是说 你呢跟variable 那个product 一样的性质感觉 可是呢 只有up没有down 就是只有up 你up要么就是低一点的 那个guarantee 小小的一个up 要么那就是一个 很大的up 可是你从来没有down 这个down就被保险公司 给抵挡住了 没错 替你撑起来了 是是 那其实我自己本人的 background 我是比较喜欢 variable product 因为我相信 long term holding 和long term systematic 来做那个投资的人 你会ok的 就是我不喜欢我的客人 看到今天market不好 就马上卖了 或者看到不好 就不敢买了 我不会让客人买很多 我都会建议 你就看你 比如说你可以forward 一星期 不是一个月投资3000 那你可不可以说 我不要投资3000 我只投资1000 但是不管up and down 我就一直在买 你就低的时候 就买buy low嘛 高的时候 我还是buy high嘛 可是你涨的时候 你总是会涨的 所以我们叫 dollar cost averaging了 这样子下来的话 你的钱不太会缩碎 你就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了 他跟我年龄差不多 30 late 30了现在 他是single的 他说Helen呢 我自从认识你 我觉得我非常的rewarded 我是为什么 因为他在 现在在relocate到北京 已经三年五年了 然后他每次来Bayer 一定要见的人 肯定是我 你是他的financial advisor 对对 他一定会见我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我其实look back 我其他的那种钱呢 都丢了 有negative的 可是呢 我这个dollar cost averaging 就是每个月买的这个呢 对 他这样子出来以后 他说 其实我还不错啊 我都是五个六个 percent的average out 所以说 我觉得你这个serie 很对的 dollar cost averaging 真的works for me Helen你是他的生命中 很重要的角色 没错 没错 他又是single嘛 所以他基本上 给他的亲人亲以外 就除了跟我亲了 你是值得被人家亲近的 对 所以说我们就 就是说 你以为很多single人 是不管自己的财的 可是他就会管 当然他不只是 是我一个single的client了 还有很多别的single client 当然我更多的client 是married couple了 基本上married couple 才知道说 自己过生活不容易 然后我们两个人 要一块把这个家撑起来 怎么变得越来越富有 怎么省税 怎么结税 这些都是他们的concern 那有了小孩 我怎么protect 我们each other 不要突然间 有一个人不幸了 那我们家孩子惨了 成孤儿了 对这个financially成孤儿 更可怕不是吗 当然是 这个是在 已经有couple的family 做financial planning 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 在人生每一个status 不管是男女 都要自己做 financial planning 并且在status改变的时候 更要去concern 为自己的financial advisor 比如说平衡一下 或加减一下 这是其中的一个 index universal life 那么在index方面 还有其他的产品 那当然就下一个 就是index年金 index年金这个产品的话 因为现在的market 不是很stable 不是很好 所以越来越 也popular一些 大家就是说 特别老一点的人了 就经不起这个风险的 折腾了 所以他们就说 我就把我的LRA 我401K以前save的钱 有一部分 放在Zx Nunity里边 那他也一样 就是说他有一个 minimum的guarantee market好的时候 那你就比这个还好 他肯定就爱 那个更好的 给你credit了 如果是market 没有比这个 minimum guarantee高的话 你就拿这个 minimum guarantee了 那如果是market 比这个糟糕 那你拿的还是 那个minimum guarantee 所以说bottom line 你没有会lose money 你的钱只是在涨 肯定会比cd account 涨得好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样的产品 蛮适合中老年的 比较保守的 对对对 那我说的中老年 其实也就是60 甚至是late50的人 都算是可以考虑 这些产品了 但是自己要为自己 退休做打算 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才做planning 总是比不做好 因为年轻做 它的杠杆原理 到以后的benefit就更大 对就是滚锈球嘛 那那滚 你一开始早早地滚的时候 那个雪球滚起来 就很大很大了 到最后 如果你从来都不滚 你都快要退休了 你再去滚 那你start那个zero ground 你再去滚 你没到什么滚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money的power 就是在 它能compounding的power 如果你不给它时间 去compounding 你等于没有办法 滚起来的嘛 的确是 你像我接触的很多 做real estate人 其实我个人 也是个fine of real estate 我很喜欢考虑 让我的客人 做一些real estate 如果他很高兴 要做real estate的话 因为我就是一个 overall一个financial advisor 我present我自己 就说我不希望 你只是做一样东西 因为你的钱 就这么多 辛辛苦苦挣来的 你必须要把它 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来帮它护理的更好 对 所以说呢 这个产品本身的话 只是我想着 好不容易在这 share一些 那其实大家都很饥渴 说我要知道 更product specific的东西 特别什么 A型都喜欢这样 其实外国人 non-Chinese的client 他喜欢一个overall picture 他希望你把picture 给它弄好了 然后他就follow 你的step step 去fulfill那个picture 对我们中国人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更product driven 所以说呢 我就花一点时间 再讲product 可是这个时间太有限 还是讲不了太多 所以我只是 就是抛砖引玉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会把我的tention 就是好好地为那个 钻个这个人的情况 来分析 打了电话 make an appointment you will have Helen hold the full attention 没错 然后呢 我这个人是比较 service driven的了 所以我的客人真的是 包括我现在 我move out from my previous company 那他们都说了 我只给你 不会跟别人的 所以这种感觉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人就是一个人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吸引的客人 也是什么样的人 客人当然是要 跟着这个broker走嘛 对因为我告诉他们 我说我当broker 目的不是我的benefit 真的是当broker 更辛苦更累 我要把很多产品都知道 但是呢 我有更好的机会 去match不同的产品 给客人的你 因为你需要什么 我不能只用一家公司的产品 来都给你fit in的嘛 肯定我要有多个公司 产品的东西 我跟你比较一下 给你做due diligence以后 我跟你讲 更适合你 对你更好 我才make sense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们说 那听起来 我就一定要再跟着你 无远无悔了 我已经给你十年了 就很多客人都 我跟你这么多久 你都是差不多 half家人了 我一定要跟着你的 所以我就 这一段时间呢 也稍微有点忙 就是我要想办法 把我以前的客人 transfer到我的 new broker dealer公司 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Helen Ho 她在2012年 她要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 并且她也更需要 更多的人手 来帮忙她 来协助她 不管是在admin 就是office方面的工作 或者是junior的partner的方面 如果您觉得您就是这方面的人才 或者是您有这份爱心 您的personality里面 适合这两个position的话 就来应征这两个职位 那in case 听众朋友刚才没有听清楚 Helen在现在要招募的两个不一样的position 什么样的人才 我们请Helen再告诉我们一次 好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需要一个office的小姐 就是admin assistant 那么她这个人会对我非常重要 她可以book我的calendar 帮我打理一些就是office的工作 那另外一个category呢 那这个我只要一个哦 我只要一个 那我交那个new partner的话 可能我也不会要太多 我最多要一到三个 最多最多stretch 我会要五个最多 那所以我现在只是看 我能找到几个合适的中国人 那我be honest with you 我不会都找中国人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如果有缘分的话 因为你的客人有其他主义的 我的non-Chinese客人超过一半 哦 对 所以说呢 我需要就是make sure of all kind of people 所以说呢 大家的中文好 一定要中英文举家 对 英文一定得好 因为我觉得在美国 你必须要讲英文 不讲英文 你等于是disabled的 当然 是吧 所以说呢 咱们就找这种partner 那partner呢 可以是两年三年以内的经验了 哦 或者是没有经验的也可以 但是人要好 要serve人家的心态 不要以自己 就是自己利益为主的人 别人的利益更重要 有我的利益 真的是这一行是这样的 客人的利益 你要是放在第一位的话 我真的觉得 you have no problem 肯定会ok的了 如果我现在没有做 我现在的工作 我一定第一个去应付 谢谢 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很care 很替人家的利益着想 对 然后不计较自己的利益的一个人 没错 对 好的 如果听众朋友 您对这两个工作 您觉得在这方面 您是有占有优势的 请把您自己的resume 就是履历表 寄到 Helen H-E-L-E-N at H-O-U 后面有一个U哦 H-O-U financial.com 再说一次 Helen at H-O-U financial.com 或者是致电 650-678-0718 好 我们的现在时间 剩下的有限 我们把今天 Helen介绍的产品 很总跨性的 给我们做一个总整理 好 第一呢 因为Tax Sending刚过了 大家都很心痛 包括我自己也很心痛 所以呢 你希望你明年 不要再同样的心痛 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个 overall的financial planning financial advising for这种 small business people 或者就是individual family 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所以这方面 我需要一再要 就是请求大家注意 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或者写一秒联络 咱们可以做 one on one的meeting 第二的话呢 就是这个 生前利益万全宝 那这个产品呢 它只是一个名字 而实际上 它server产品品种很多 通常有term life insurance 就是那种短期的 没有投资效应的 第二种就是投资效应的 有index的 有whole life的 也有那个universal life的 那这是生前利益万全宝的 life insurance方面的 另外的话呢 就是那个index产品 包括universal life 和包括index的年金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东西呢 不是你的portfolio的全部 但是呢 应该考虑是你overall 那个portfolio的一部分 到底资产有多少钱的人 才应该考虑要做 这些financial planning 我觉得没有一个asset的标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basic need都一样 只是你家的财产多 和你家的财产少 这做法其实类似 但是呢 产品选择可能有不同 如果在过去选择的产品 不是现在的 并且也比较不适合 现在的自己 或者是家庭的成长 还可以用1035 exchange来交换 没错 对 或者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三种产品 并不是您心中所想的 也没有关系 Helen Ho她是一个 在财务顾问方面的broker 她手上的产品非常的多 在以后的访谈中 她还会介绍别种的产品 但是如果你等不及的话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Helen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等不及 因为我在这儿花的时间太少 我跟我的client的时间 平均花10到20个小时松松的 OK 你想10到20个小时 only for you target的那个需求 和我在这里泛泛的台 没办法比的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只是 只是得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 她事实上是适合 你你我她所有的人 那么我们今天在上班场的嘉宾 她是Helen Ho 那今天她重要的讯息 就已经deliver完毕 非常感谢Helen 谢谢你 谢谢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7点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尝